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是从韩式的部分来开始跟各位分享起 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范例 例如说上次我给各位这个销售范例 我们还是用这个销售范例来当做是一个韩式的讲解 可能会你们会比较有感觉而且比较容易了解 因为这里面很单纯就是三个工作资料表格 我们先把它汇入进来 取得资料以销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选上次的资料内容应该是销售资料 然后接下来我们当然这三张工作表都要再入 再入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中有一个表格需要做修改 应该是地区 怎么修改呢 编辑查询 先把这个地区 地区不要抗论一二三 而应该是要改成什么 使用第一个资料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产品也正常销售也正常 好 然后要立即套用这个变更吗 是的 就提供给满参考 顺便介绍一个功能好了 当我们今天在编辑器就是Power Query 我一直重复强调 在Excel Power BI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Power Pivot Power View 一有一个叫Power Query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通常用完这个东西 记得首页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关闭并套用 关闭什么 关闭现在这个Power Query 套用到什么地方去 套用到Power BI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那就麻烦请各位先把就是销售资料汇入进来 谢谢